哈囉 到前面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他們的植物大戰殭屍喔 那最近觀眾朋友都有留言告訴哲平 就是那一隻地板的貝製花花 也就是我們芹菜花花啊 到底要怎麼使用喔 聽說他好像是沒辦法種到我們植物的前面 盡量要給他留一格的位置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他的威力到底是如何 大家好像都說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威猛啦 我們就看一下他到底有多威猛喔 那最近我們關卡來說的話呢 嗯... 是真的感覺碰到一些小難關了 因為那個我們那個溜冰鞋那一隻啊 真的是有夠急車而且還會直接碾爆好不好 那這顆的話基本上也是我們昨天拿到的植物 今天也順便來看一下他的威力到底是 幹什麼東西的齁 來來來來來來 新東西 喔 今天有一個新的殭屍囉 我們來看一下這顆花花的使用方法 這隻的話聽說是要種在一個位置上喔 那我們就盡量種在一個比較 前面的位置上吧 這邊 然後都種滿好了 讓他們就直接繞過去然後直接打爆我們 那留一格給他 所以後面的話我們可能再放個菜問或什麼之類的 應該都還不錯喔 然後到時候再看一下 能不能就是 再找到一些能夠搭配他們的一些植物這樣子喔 盡可能的話則明都會用那一關的植物來打那個關卡 因為這樣的話才會比較有趣一點點 也可以就是來做一波挑戰 要不然如果我們都用一些那個 就是雙螺旋那一隻的話 那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喔 他們嗨起來了 那我們盡量就是在後面 種一顆這個吧 這什麼 我了解了 他是一段時間的傳送這樣子喔 喔 了解 那感覺好像 也還行也還行 那我們是種這個一格線這樣子喔 就應該很high 直接把他們揍爛 所以基本上就是不能讓他們前面有種東西這樣子喔 那我們就這樣子弄吧 然後最後面用這個來防守一下 然後這顆的話基本上是讓全部人可以傳送走的耶 還蠻酷炫的一個東西 還蠻酷炫的東西 這比較麻煩啦 你看有沒有就是 前面那隻會吃後面的 這就是最麻煩的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隨時用一下這個 讓他們就是 緩一緩 不要那麼快的過來這樣子 這顆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耶 這顆 他直接在那邊跳舞 他們可不可以一起過去啊 一起被那個 對對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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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超強 他這兩個搭配很強耶 他就是 讓就是那個 植物沒辦法直接就是吃爆他們這樣子 我覺得還算是蠻猛的 還算是ok 但是 感覺有些好像有點 有點也是有點偏那個啦 因為他這個的話基本上單挑是比較厲害 他如果要那個的話就是還是比較 麻煩一點點 喔 好可愛喔 你看他沒辦法一次 打完那麼多 而且他會直接被吃爆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顆食物比較 比較不好的地方啊 因為他比較容易被吃爆你知道嗎 他會比較容易被吃爆 所以盡可能我們要幫他們就是 補牆啊 削減啊 然後把殭屍傳到最後面 這顆根本就是那個吧 根本就是 傳送花花的進化版嘛對不對 這還蠻酷炫的 傳送花花進化版 啊被開撕了 完了完了完了 打不贏我們就讓他們再傳回去 哈哈哈哈 這好像 永遠都不是一個好結果齁 這顆是幹嘛的 這想幹嘛 這個麥克風殭屍 要幹嘛 他走的好像有點快耶 我待會兒他死了 哈哈 他死了他死了 哎 被踢爆啦 這關要玩的話也不是說那麼簡單耶 有點偏難耶 因為 你就 寄一坨殭屍在那邊你知道嗎 就慢慢只能慢慢炸了 哈哈被踢爆了 哦被踢飛了 完了完了完了 哎我覺得有點偏難耶 偏難偏難 完蛋了完蛋了 這中不好啊 哇哇哇 等等等等 那個麥克風 殭屍是不是有點強 他剛剛做了什麼神操作 哇靠 等一下我先把他們 完蛋了 其實我 哎不是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方法耶 我們就用那個傳送然後撐到那個 撐到他們快要不行有沒有 然後用那個割草機直接割爆 是不是很ok 對不對 哇他直接 哎他直接 他直接把我給我們搞爆耶 太神了吧 他直接用這個麥克風直接 超強的耶 哎我們直接 傳走之後 讓他們在刺刺上面走路 哎這顆感覺 很神耶 就讓他在刺刺上面走路 一直用一直用 太神了 你看看 全部被狗爆了 看這個 哇 可以 這個再搭配刺刺超強耶 說真的 可是你可以再給我一個 再給我一個好不好 我求你了 再給我一個 不然我可以 媽媽全把被擊爆了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GG 但是我們有割草機啦 有割草機 再見 割草機直接全部打爛 割草機全部打爛好不好 你看他們在那邊原地踩地勢 然後再傳回去再踩地勢 ok吧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來你們跟我回去踩地勢喔 這在加地勢超強的耶 你看送回去踩 好可憐喔他們 回去踩好多次喔 太神了太神了 這顆的話我覺得搭配起來就真的還不錯 你看可以讓他們連續踩地勢 還算是ok 有在踢囉 踢爽沒 回去踩地勢啦 哈哈哈哈哈哈 地勢踩起來各位 你看 一直踩一直踩 踩爽沒踩爽沒 不夠是不是 不夠我們等一下再回去踩一次喔 這個植物這樣搭配真的還蠻機車的說真的 好可憐喔 為他們覺得難過這樣 開打開打 開打開打 來來來來來 回去踩第一次囉 哈哈哈哈 而且是全體傳送耶 所以真的還蠻爽的啦 還蠻爽的 但是他跟那個就是 因為有人跟我講說他跟那個什麼 他跟我們那個 經濟場的那個傳送花花比的話 其實傳送花花可以直接打人 那個比較不一樣 這個是全部傳送走 但是這個真的很救命 這個真的很救命 這個我覺得 就是救命類型的 救命類型 開採 背後攻擊 水水水 哈哈哈 ok好不好 今天發現了 今天這棵植物的話 我就真的覺得 蠻好用的好不好 超爽 他可以直接就是把你那個 殭屍傳到那個最後面 然後最後面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那個好不好 很爽的直接那個 讓他們在那邊擺地勢喔 所以這個加地勢的話真的是 賊好用 賊好用 超級好用 超級好用 那我們這邊再看一次路 讓我們自選的話 我們自己選 那個就是那個鐵刺刺根 我們就把那個 刺刺陣型跟那些全部 全部都放出來 應該會還蠻爽的吧 就是完美的超級刺刺陣型 然後再配上我們那個 傳送花花 但是那顆的話 我們不知道他的那個 費用要多少啊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哇又是那個溜冰鞋 不知道溜冰鞋 會不會直接把我們那個 第四弄爆欸 來看看 哇他已經給我們了 哇尷尬了 他自己幫我們安排好了喔 結果沒有第四欸 結果沒有第四欸 哇那這樣怎麼辦 是要爆開了 沒有給我們第四欸 來來來 他們要開嗨了 他們要開嗨了 開嗨了 嗨起來 演唱會 嗨起來 嗚嗚 來來來來 然後 先把錢先存好吧 先存好來 他給我們這麼爛東西應該 應該不會這麼刁鑽吧 好不好應該是不會這麼刁鑽 所以應該有空就多重點地雷啊 對啊我有空就多重一點好了 然後多重點花 讓我們費用多一點這樣 嗨 這樣應該ok吧我覺得 兩排花花 那個能量應該就足夠了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緩速的東西可以用 好不好 緩速草 而且緩速草是範圍緩速的啊 而且都是零費的 零費的花花是不是其實意外都還蠻屌的啊 對不對 零費的那個花花感覺好像其實意外都還行齁 沒到特別爛 緩速 再走慢一點 然後這邊再來 反正重多一點這個 屠豆地雷好不好 他們待會也不敢幹嘛 但是重點是他們其實有那個 溜冰鞋的好不好 那我也是蠻怕的好不好 溜冰鞋我就不知道ok不ok了 走過來嘍走過來嘍 好爆了一個馬上再補上 爆了一個馬上再補上 來了來了 溜冰鞋轟趴群 喔還有 欸還有龐克小殭屍欸嘿嘿 好可愛喔我的天啊 這是蠻可愛的 哇這蠻可愛的 後面那個啦 那個麥克風的那個阿杯群 好像有點恐怖 先炸一下好了是不是 炸中間 好這些全部buy了 好不好 以防萬一一下不然待會怕我會直接爆開 會很噁心 然後我們可以在前面再種更多的那個 太陽花花 產能量又當一下坦克 還不算不錯對不對 有沒有 彈廢一下 那我們應該要把土豆地雷再往後面種一點點齁 沒關係那是我們的防線之一 前面再種多一點 應該ok了好不好 其實感覺這樣三連砲射手這樣其實就還蠻夠的欸說真的 他們可以用更多的這個費用來疊加 疊加更多的費用 我們就可以炸更多的那個櫻桃炸彈了齁 三連砲手好不好 撞起來 什麼都沒問題 你這是掰掰 別想在那邊欺負我們的太陽花花 我們這邊完美的好不好 完美的一個對稱 多了一顆土豆地雷 大家不要介意 嘿嘿嘿 好啦 沒有問題 今天我們看到一個全新的傳送花花 那顆我覺得還算是蠻好的 跟我們的那個誰啊 跟第四搭配應該還蠻爽的喔 所以大家基本上 之後應該可以用它來打一波新的公司 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一些好成績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喜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